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22号的上午 办理了现场征裁活动 一共有10家厂商释出了近百个职缺 多数仍以餐旅服务业为主 薪资待遇落在24000到28000元之间 吸引了不少的求职者前来应征 而现场媒合率达到四成左右 但也因为职缺类别过于单一 让部分的求职者早无适合的职缺 求职者各个胸有成竹 与面试官对达如流 展现自我优势 争取工作机会 台东就业中心22号上午办理现场征裁活动 邀集10家厂商释出约百个缺额 但多数仍以餐饮旅宿业为主 最主要就是补足短期攻读人力的正值缺额 薪资待遇则以具备高度专业的工程人员为家 其余约落在24000到28000不等 今天主要是集中在我们饭店旅宿业的一些防务员 或者是柜台人员这些服务人员的薪资 薪资大概会是落在24000到28000的一个区间 薪资比较高的主要是在工程类的人员 他的薪水就会比较是高一点 薪资有来到37000 短短三个半小时的征采活动 就吸引了超过百位求职者前来应征面试 台东救援中心主任吴玉敏初步估计 每合律约可达到四成左右 不过也有部分求职者小小埋怨 开征职群类别太过于单一 找不到理想合适的工作 几乎都是餐饮业 几乎都是餐饮业 送货司机就只有一家 但是不是我喜欢的 以一般来讲 今天我们今天的求职民众算是很踊跃的 大概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00多人 一般现场征采活动的 每合力都会落在四成左右 台东救援中心也表示 民众若有求职相关需求 中心提供职业训练课程讯息 各类职缺相关资讯 职业兴趣测验 创业管道资讯等窗口 提供民众作为参考 记得萧家慧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店